18回 开皇之治 隋的建立 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但三百年的纷争 是天下必经战火的柔历 正直混乱 民生凋敝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 隋将如何面对困难呢 这个重任落到了他的开创者肩上 他就是从乱世里存活下来的杨坚喵 作为隋的初代目 杨坚喵非常刻苦 每天早上开始开会 晚上回去还要接着看文件 好困 发生饥荒吗 要与民同苦 好饿 连上朝做的小破车都休了又休 好累 反正就是符合了一个开业皇帝的标准 而他做的事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杨坚喵 让自己就是篡杨坚喵的 他自己可以 别人 可不行 于是杨坚喵的事主要是杨坚喵 离止了全城的出现 而地方上则实行周线两极制 南北朝时期基本天天打仗 要士兵打得卖力 就得给好处 而好处 基本就是封官许愿了 所以那会儿 无论是哪个政权当政 都封很多官 到你了 随初期 周的数量 就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多倍 更别提郡 县的数量 更是多得不得了 于是 随文帝干脆取消郡一级 只留周县两级 多出来的官员 则直接炒掉 拜拜 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两个制度的实行 让君主和中央的权力 大大提升 然而 光管不挣钱 还是不够的 钱 才是硬道理 随朝初年的时候 地方贵族的势力 还是很大的 农民因税收的问题 衣服在贵族豪墙那里 我们家只有两口喵 这使朝廷倒不清楚 全国有多少户 你 后面那些呢 我也不知道 而那些没有衣服的农民 又谎报年龄不交税 交税 不好意思啊 我才八岁 还没到年龄交税 这是我弟 反正就是一塌糊涂 稍 咋 咋办呢 人口苦茶 朝廷派出人员 挨家挨户确定年龄 八岁 听说你才八岁 我叫笨 然后再根据户数 贫富分等级 富人多交税 穷人少缴税 这么一来 农民们纷纷脱离贵族豪墙 跑去登记入户 走 登记去 光是当年登记的户籍 就增加了四十多万户 这样一来 不仅增加了税收 还削弱了贵族的势力 加上裁人后省下的开支 随朝的国库很快就填满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 开皇之治 相比起其他朝代 几任皇帝才能缔造一个盛事 而杨坚喵 却做到了开国便拿到盛事的成就 开皇之治的成果 不仅使妖民快速从战乱时代 进入繁华时期 更为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 在国家治理的顺风顺水的时候 随朝皇室内部的争斗 正在悄然发生 一场关于继承者的争夺即将开始 第七十九回 储君之争 随着开皇之治的出现 大随皇朝完成了政权的巩固 作为国家统治者 随文帝不仅治国有方 跟皇后也很恩爱 老婆 总共生了五个皇子 在他看来 这样的配置 定能防止兄弟相争的局面 但很可惜 他很快就被打脸了 打脸的那个喵 正是他的二儿子 杨广喵 杨广喵不仅从小聪明套学 还长得漂亮 美丽 十三岁就外出打突厥 二十岁平定江南 别跑 哈哈哈 到三十二岁时 已经出将入下 从能力上看 杨广喵确实是五个皇子里最强的 朝野上下也对他一致看好 但可惜 他始终是个老二 根据理法 皇位的继承人是他的大哥 大哥 大哥喵也是从小追随父亲 八皮 你安心搞事 我帮你看家 等我下班回来 就是皇帝了 性格温和 品于温可安邦情 可作为太子的他 却过于喜欢享乐 食要最好 用也要最好 甚至连老妈给他找的媳妇也嫌弃 你要知道 他天妈可是创业出来的 如此放浪 根本是在作死 逆子 这样的情况 让杨广喵看到了机会 来了 他将大哥喵当成反面操作手册 大哥喵说话 他就艰苦苦素 把家里的乐器都弄坏了 大哥喵好色 来呀小宝贝 他就憋着 连婢女都选又老又丑的 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专一 还跟天妈的原配老婆秀恩爱 一顿操作下来 爹妈对她的好感度直线攀升 可好感归好感 要搞掉大哥喵这还不够 于是乎 他先是在老妈面前诋毁大哥喵 妈咪 哥哥他 我好害怕 逆子 让老妈对大哥喵不满 又通过贿赂拉拢朝中大臣 你看 让他们为自己说好话 太子 不行 这样一个老妈家大臣的助攻 小组 果然厉害 从此大哥喵周边便充满监视 一旦做错点啥 就被告到皇帝那儿去 他不行了 太不懂事了 我觉得他 更好 一边形象在拔高 哈哈哈 一边则在下降 大哥喵的下场 只能是被抛弃 死 杨广妙最终靠着自己的手段 一步步走上皇位 这 便是隋朝的第二任皇帝 隋阳帝 杨广妙的胜利 杨广妙的胜利 会供与他极深的城府 和政治谋略 而这一场争斗 也主观地引发了朝廷党争 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除杨广妙外的其他皇子 死的死 废的废 那么 作为新一代的统治者 深沉而富有野心的杨广妙 能使隋朝延续下去吗 第八十回 大叶南城 经过了残酷的竞争 大隋政权诞生了新的统治者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隋阳帝 杨广妙 作为一个充满才华与野心的君王 杨广妙渴望成为千古一帝 上位后便将年号改为大业 正式开始了追求公盖千古的统治 而要做的事情总共有三件 首先 是加强内部统一 隋朝是由原来的北齐 北周 南臣 三国合一的 三国虽然被统一 但内部的流气却并不紧密 于是乎 杨广妙下令在东部修建都城 这 就是东都洛阳 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 南北开凿大运河 从此 南方的物资 得以运往北方 经济交流得到加强 北方则可以通过河道运送士兵 加强了对南方的控制 这个系统的行程 不仅将政治和经济中心联系起来 更是巩固了天下的统一性 而内部的稳定 则需要国防力量的强大 隋朝的边境存在着很多游牧民族 走 打结线 走 杨广妙就分别修筑了长城 长县和迟道 长城是第一道防线 兄弟们快上 长县是第二道防线 快 跟上 迟道则是高速公路 能确保快速调及军队 嘿 上午好 内外的巩固 使隋朝消除了后顾之忧 隋朝这艘巨轮 在杨广妙的手上 开始对外拓展 公元604年进攻林役 公元605年进击契丹 公元610年 攻打琉球 连年的征伐 让四方沉浮 国土面积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 那么 隋朝是否能成为 千秋即盛的大帝国呢 没有 从杨广妙继位开始 天下便进入超级工程状态 每个工程都消耗巨大名利 快点 快干活 且要求工期极短 修建东都 母月用功两百万人次 修祝长城 发兵百万 花运河 则超过三百万人次 男喵不够 则连女喵也征用 走 掉回去 八年时间 就搞了二十二次全民总动员 当时隋朝喵民大概四千六百万 而动用民工 却多达三千零十二万人次 杨广妙的计划 远远超出了喵民们的承受范围 连连的劳役和兵役 使喵民们无法从事生产 田地荒芜 民众苦不堪言 当隋朝走到巅峰时 也意味着灭亡的到来 公元六一二年 远征高丽 成为了压死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忍无可忍的喵民们 掀起起义浪潮 混乱的战火再次点燃 作为一个地位 帝国的主宰 杨广妙不乏才智与勤奋 然而 却缺乏了对苍生的敬畏 雄伟的都城和运河 为后续带来了便利 却也成了他的催命符 却也成了他的催命符 帝国煞时间风云突起 倒随的队伍此起彼伏 这里有以平民为主的农民起义军 也有趁机造反的贵族集团 而在这场大家都躁动起来的运动中 有一个喵却始终保持着冷静 他便是李渊喵 李渊喵出生贵族阶级 七岁就继承爵位 唐国公 论血缘 皇帝还得喊他一声表哥 作为贵族的李渊喵 宽厚过达 豪气 无论身份贵贱都很喜欢他 迷人 太迷人了 他人超棒 曾经就有懂面相地说 他以后必成帝王 明这长相 以后一定发达 长大后的李渊喵入朝当官 从中央当到地方 又从地方当到中央 李里外外担任过很多要职 多年的当官经验 不仅磨练了他的性格 更让他收获了很多豪杰 然而 太优秀也是有风险的 皇帝就时时刻刻盯着他 恰巧当时还流行一句话 说李氏当为天子 这让皇帝更加疑神疑鬼 先后就弄死了几个姓李的大臣 这样的情形 让李渊喵也不敢乱来 甚至每天喝酒玩乐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废物 那么李渊喵就要这么装下去吗 没有 他一直在看时机 恰逢那时天下开始动乱 李渊喵被派往太原任职 太原这个地方不仅是个战略要地 而且粮草充足 简直就是搞事的好地方 不过 李渊喵毕竟是个沉稳的喵 要搞事总是要先做好准备 他做了三件事 首先是制造气氛 李渊喵准备了一封假的皇帝 说朝廷要把二十到五十岁的南喵都拉去打仗 要知道隋朝的摇曳本身就很重 这一听 喵迷们直接就炸了 情绪到位 起义自然就有了基础 搞定 紧接着是稳住后发 太原其实是隋朝的边疆地区 边上就是游牧民族 要安心搞事 自然得给点好处 那个 你懂的 好说好说 这样一来 后方才有宝障 搞定 最后就是除去障碍了 其实朝廷也不傻 在太原就派了两个耳目过来盯紧李渊喵 一心想着监督她 可李渊喵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反口就说他俩勾结外族 可怜那两个耳目就这么被随手端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 李渊喵才正式宣布起义 李氏的命运也从那一刻起开始改写 而此时岁末的天下已经割据林立 作为一个刚参赛的新手 李嘉要如何突围而出呢 下一回 第八十二回 李氏崛起 因为连年的红针爆脸 随末的天下断了 随阳帝的大业终究没有实现 带着满腔失落与绝望 躲到了南方 从此无心天下之势 与此同时 全国已经狼烟四起 各路势力纷纷起兵倒随 而这之中 有一只新兴力量迅速崛起 这就是李渊喵带领的李氏集团 李氏起义比较晚 在当时的情况下 国内已经有大军阀存在 再加上边境的突厥 要在这里面成功崛起 那是相当困难啊 困难 于是乎 他决定认责 不仅给突厥送礼 嘿嘿嘿 你懂的 我懂 还认起义军当大哥 哎呀 那厉害 还得说您呢 客气客气 都是哥们 哈哈哈哈 反正前台词就是 嘿嘿嘿 各位大佬 我要狗事 你们看看就好 别出手 嗯哼 李渊喵的隐忍 为李氏集团 争取了稳定的客观环境 可困难的 却不仅在身后 在他面前 就有个大障碍 李渊喵的目标很清晰 就是首都长安 呵呵 可此时的朝廷 已经派出两路重兵 守着两个关卡 牢牢牢的挡住了通往长安的路 面对这样的情况 李渊喵要咋办呢 他在发愁 头疼 因为还没开打 就遇到了连续大雨 林的大家寸步难行 嗯 功都烈了 而且粮食也开始吃紧了 最要命的是 后方还传来了 突厥要背后捅刀的谣言 简直不知该前进好 还是撤退好 于是臣子们分成了两派一届 一派认为赶紧撤 走人 等会突厥打进来 老家都回不去 后果很严重的 而另一派则认为 必须攻 强攻 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 事情一定会崩溃 你看 更何况这一退 前面打过来 突厥也打过来 你可 那不是炸的巫尚 你说咋办 真让喵纠结呀 然而 经过一天纠结 李渊还是决定 拼了 战争正式开始 第一关将领 因为是个暴脾气 李渊喵就故意挑衅他 这一击就出来 一出来 直接就埋伏了 第二关将领则是个倔脾气 老子打死都不出去 所谓兵贵神父 李渊喵干脆兵分两路 一边拖着他 一边绕过去 直接冲向目的地 等回过神时 仗已经打完了 就这样 李氏集团正式攻下隋朝国都 并且挟持了隋阳帝的孙子 将其立为新皇帝 而在南边的隋阳帝呢 宣布他退休 李渊喵则进阶为唐王 从此整个关中地帝 成为了李氏的势力范围 随政权名存实亡 然而 此时的天下仍是军阀歌剧 占领了关中要地的李氏集团 将如何扫荡天下呢 第八十三回 雄鹰展翅 公元618年 身处南方的隋阳帝 死于叛乱之中 从此 隋政权从实质上灭亡 各地势力开始争夺天下 经过残酷的战斗 最后形成了三股大势力 分别是李、王、窦三家 李家控制了西北和山西大部分地区 王家占据了河南 窦家则占据河北 这三家的争霸 决定着天下的走向 而在这个乱局中 一个少年英雄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就是李氏民喵 亮仔 氏民喵天生聪慧 不仅从小学习战斗 土不全 用不全 还研究兵法 上 帮抄他 上上上上上 十八岁的时候 已经是父亲的得力助手 老李别慌 马上到 在李氏一族的崛起中 世民喵展示了抄群的才能 嘿嘿 启示前搞招聘 哥们 有兴趣来我们李家吗 嘿嘿 搞公关 嘿嘿嘿 按李家 谢谢各位 嘿嘿嘿 喝 启示后定谋略 去大家门口吗 你拿出来 是 掐裙架 他出来了 小胎 走 强悄的他如同雄鹰般 翱翔一着乱世间 公元620年 李氏民喵将李家周围的小势力逐一消灭 随后便开始发动对王斗两家的孔一战争 嘿嘿嘿嘿 王家老大是冲喵 喵挺不咋地 嘿嘿 不仅对下属不好 说啊 是不是想背叛我 嘿嘿嘿 没有啊 对百姓也不好 这怎么跑都给我死 嘿嘿嘿嘿 所以他那边的喵 就一批又一批的往李家跑 快 跟上 实力日渐下降 而且对手还是世民喵 悠者 别开门啊 对对对 根本搞不定 啊 糟糕 恰好这时 一个消息传了过来 原来是豆家那边 决定先出援手 那我别急 等我来救你 豆家很清楚 老王家要是被干塌了 自己也得危险 嘿嘿 到你了 嗯 于是乎 他放出信号 决定联手老王家 把世民喵逼退 掏上家伙 我去打架 哦 那么这场仗 该怎么打呢 嗯 世民喵直接兵分两路 一边堵着老王家 不给他出来 围着他们 别让他们出来 是 自己则带着部队 过去找豆家算账 哼哼 这就是著名的 苦劳关之战 豆家虽然来势汹汹 可是遇到的 可是世民喵这么个神对手 上来就被小揍了一顿 哎哼哼哼 士气瞬间受挫 嘿啊 在这后面的两个院里 窦家军也基本没干得过世民喵 原来 呢 他们的运粮通道 这让豆家老大很焦躁啊 于是乎 他决定放手一搏 赶他苗大 上 大军呼啦啦地冲了出来 打算决战 上 可世民喵呢 懒得理他们 豆家军就这么从上午 等到了中午 在他们快要崩溃的时候 世民喵出击了 他带头就冲进敌军大本营 豆家老大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抓了 从此 豆家势力 被世民喵瓦解 而在另一边等救援的老王家呢 已经被围得山穷水尽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把豆家判来了 老豆来了 只不过 是被绑着来的 也只能投降了 经过这次战役 天下再无可以阻挡武家的大势力 其他小势力也在随后几年被扫荡干净 长达十多年的歌剧局面 宣布结束 华夏大帝 华夏大帝重新统一到一个政权下 这就是大唐 大唐的统一代表着新朝代的开始 而作为开国元勋的世民喵 命运又会 第八十四回 蝶血进门 经过了七年的纷争 李氏一族最终统一了天下 建立了唐朝 而在征伐的过程中 有一个喵 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 就是皇子 李氏民喵 帅哥 作为李氏一族的军事统帅 士民喵基本靠一己之力 就断翻了所有歌剧力量 可以说 是作为皇帝合适的继承者 龙旭 可是呢 他只是个老二 按照规矩 皇位的继承者 只能是敌长子 也就是他的大哥 自李家出来打天下开始 士民喵和大哥就各自独挡一面 大哥的才能也是很不错的 基本上父亲在外时 他就承担了家长的职能 儿子 你先顶着 没问题 在起义初期 更是与士民喵一起扫除了不少障碍 大哥 我冲了 去吧 到领唐政权建立后 大哥喵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太子 太子 是未来的皇帝 所以从那时 所以从那时起 大哥喵便镇守京都 而作为二皇子的士民喵 则主持对外征伐 大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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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 士民喵的军功不断增加 甚至获得了天策上将的无上军衔 而大哥喵便因为身居长安 威名漫漫不及是民喵 一个是名正言顺的太子 一个是功勋卓著的二皇子 兄弟之间的裂痕 开始逐渐扩大 一场皇位之争 正式打响 在当时的情况下 大哥得到文臣派的拥护 而士民喵这边 则代表着武将派 士民喵虽然功劳大 民望族 但没有正统民意的加持 显然很吃力 兄弟俩暗地里你来我我 不断出招 例如士民喵 就不断收买大哥喵的手下 哥们儿 喵喵 而大哥喵 则不断拉拢后宫的嫔妃 有啥消息 记得跟我说 反正就是 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 而正当两方干得火热时 一个关键的力量出现了 这就是他们的父皇 李渊喵 作为皇帝的李渊喵 自然还是想维护正统 于是乎 大哥这边瞬间得到加持 更是借着父皇的力量 开始对士民喵动刀子 不仅使士民喵失去了军事统帅的位置 降职 手底下的武将也被调走 士民喵突然间一穷二白 权力的斗争显然是残酷的 此时的士民喵已经无路可选 一场血腥的行动开始了 他先是到父皇那儿告了一桩 老爸 我看到老哥他 他怎么这么多吧 谁 制造了一次御前召见 明天 等过来见我 然后亲自带兵 埋伏在城门外 公元六二六年的那天清晨里 大哥如期到达皇宫进门前 这就是玄武门 随着一声闲响 冰冷的箭矢 划破了血缘的羁绊 大哥喵永远的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至此 这场兄弟之争宣告结束 皇位继承权落入士民喵手中 史称玄武门之变 与大哥的皇位之争 应该是士民喵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关 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下 暴力成了唯一的解决方法 那么成功取得皇帝位的士民喵 将如何治理大唐 这个年轻的国家呢 经过漫长的动乱与斗争 唐代随而立 战功卓著的李氏民喵 登上了地位 是为唐太宗 孔甲 不过 虽说得到了天下 但却是个烂摊子 随朝的暴政和军阀战争 使天下满固疮疑 这对士民喵来说 真是块硬骨头啊 救我 只能硬啃了 作为一个新兴皇朝 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国家恢复活力 简单说 得有小浅浅 于是乎 士民喵先从省入手 宫殿不休了 宫女辞了 不然 部门合并 好听 公务员裁剪 下岗 反正能省就省 都给我省 而创收 则鼓励发展农业 经过隋唐的折腾 和战争的践踏 喵民数量锐减 到处是无主荒帝 所以士民喵继续推行军田制 继续 也就是国家把无主的荒田分给喵民 这些田为口分田和永夜田两种 口分田就是借给一众 死后还给国家 永夜田呢 则是送给你的 死后可以传给自己的仔 这样一手租一手给的方式 大大提高了民众的热情 众帅 众币的喵民多了 国家收上来的税 自然也会变多 所以连一些无处游荡的无业游民 也被强制扔回老家开垫 成了顺收来源之一 而生产力的提高 不仅可以交税 还能拿来给姚毅 那时规定 只要多交一定量的布捐 今年老子交付 就可以抵去当年的姚毅 好吧 明天加油 反正你只要能创造经济 啥都好说 市民喵甚至制定法律 注意了注意了 龙龙师姐 别搞事 乱搞工程 打扰到人家种田的 都去坐牢 人家种田 让他 让他 而在这过程中 市民喵也不忘发展文化 在朝廷设令国子建 收教官员们的子弟 在民间 就设立府 州 县学 培养寒门世子 而选拔这些知识分子的方式 则是科举制 市民要见全了科举制 识人们通过参加考试 来获取做官的机会 这让更多有才知识 能被提拔的同时 恭喜 没录取了 成功了 也打击了 氏族垄断做官权力的局面 你不负习 你不负习 同时又巩固中央 和君主的集权 一系列措施的实行 使天下喵民得以修养生息 国家从凋庇中慢慢复苏 这段时间的治理 便是后世所称的 贞观之治 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 市民要坚守着以民为本的方针 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随末以来的社会矛盾 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而使唐朝 成为中世纪史上少见的文化 和国力双强盛封建国家 世民喵虽然在位时间只有二十几年 却结束了随末以来的残局 且为以后的大唐盛室 奠定了基础 不愧为一代英主 那么 稳定后的礼藏皇朝 又将发生什么故事呢 26回 日月凌空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治理 天下终于恢复了生机 唐政权也顺利延续了下来 然而 一位女性的出现 却为李唐王朝增添了一段插曲 她 就是武则天喵 则天喵的父亲 是跟着老李家出来创业的 后来老李家成了 胜利啦 他们武士一家也跟着晋升 因为工作关系 则天喵从小就跟着父亲到处去 这不仅让她眼界开阔 更让她比其他贵族少女 多了不少生活经验 可惜 没多久 她爹就挂了 宝贝 一言走一步了 孤儿寡母受尽了同族欺辱 尝尽冷暖的童年经历 是则天喵早熟且有诚服 争斗的种子也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 命运的转机 发生在她十四岁那年 凭借着美丽的容貌 则天喵被皇帝册封为妃子 这对她来说 真是一次翻身的好机会 我一定有翻身 可惜 上天似乎不打算让她太顺利 还没来得及上位 皇帝就挂了 更惨的是 因为没有子女 皇帝死后 妃子还得出家当妮过 妈爷 简直太惨了 太惨了 幸好事情再次出现转机 新任皇帝 对则天喵暗生情愫 而现任皇后又想让则天喵过来 帮她一起对付另一个妃子 快来帮我 则天喵就这样回到了宫中 这回 她可以发力了 她先是帮皇后干掉了另一妃子 接着 就掉头过来整皇后 因为则天喵又美又有才华 皇帝实在爱得不行 甚至企图让她取代原本的皇后 这不符合规矩啊 于是乎 以国旧为首的老臣派 强力反对 则天喵想求通融都没办法了 不行 这个事情让她意识到 要想上位 除了称霸后宫 还得掌握外朝 有了这个念头的则天喵 开始想尽办法拉拢朝臣 她积极笼落占自己这边的官员 一点心意 有福同小吗 培养自己的官员势力 又通过皇帝打击反对自己的大臣 皇上 我觉得她挺不错哦 收到 反正在冠棒与蜜糖的病用下 朝廷上上下下都是她的势力 只要有人提出反对则天喵上位的意见 皇上 臣坚决反对 马上就会受到打击 这还有谁敢发话呢 最后 连老舅爷也反对无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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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则天喵在大家的拥护下 正式成为新的皇后 作为一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女性 则天喵的命运 大多时候都会受到男性的影响 而坚强且富有野心的她 却极力争取和抗争 最终 在残酷的斗争中 一步步登上高位 然而作为封建妇女顶端的皇后卫 依然无法满足她的野心 那么接下来 则天喵的路要怎么走呢 第八十七回 五周女皇 经过一系列宫廷斗争后 谷则天喵终于登上皇后宝座 从后宫到朝堂 都存在着她的势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她不断打击反对自己的官员 不是降职 就是直接干掉 这搞得连皇帝都在想 是不是不应该让她当皇后 看来 可你要知道 则天喵是有特务的 马上就制止了皇帝的心思 皇上 臣妾冤枉 好吧 可这次世界 也让则天喵更加意识到 权力的重要性 他更加主动地帮皇帝分担政务 因为政治能力的出色 使皇帝允许她一起治理朝政 既然这样 咱就好好来干一场吧 皇帝称天皇 则天喵称天后 史称 爱上共治 可即便如此 则天喵还是充满焦虑 毕竟皇帝一直都病奄奄 权力终有一天会离她而去 于是乎 她将目光投向皇子们身上 昨天喵称天喵 昨天喵与皇帝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当过太子 变死了 老二当过太子 被她废老 到老三当上太子的时候 她爹也在不久后挂了 这种爹死子弱的空隙里 正是搞事的好机会 昨天喵暗中联合大臣 将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想 这样即便儿子当上了皇帝 也只是个提线木偶 不过这孩子倒是奋起反抗过 皇不离 我的皇位我都不 可惜反而成了则天喵的借口 顺手就给废了 最后 等到老四当上了皇帝 则天喵已经正式全面掌权 卑微的老四 只是待在小黑屋里 根本说不上话 不然 能怎样 可这样就算完了吗 不然呢 难道他 没错 则天喵想当皇帝 作为一个女喵的他 很清楚 只有皇帝才能拥有最高权力 所以李氏皇族 自然成了他称帝必须铲除的对象 他不仅亲手废掉皇太孙 还下令处死和流放自己的两个儿子 那些反对他的宗室们也基本被他搞得一干二净 除此以外 则天喵还大搞玄学舆论 例如搞了块白石头 写着圣母临人 永昌帝业 例如利用佛经 说自己是下凡统治国家的 你看 反正在一顿操作下 则天喵称帝的势头 已经无法阻挡 公元690年 则天喵正式登基称帝 自封为圣神皇帝 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 虽然尚未手段非常毒辣 可在位期间 却很好地促进国家发展 不仅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且重视人才的选拔 使农田和喵民数量都大幅度增长 然而 当武则天喵如愿地站到顶点时 一个问题产生了 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女皇帝 要如何选择继任者呢 第八十八回 为后专权 公元705年 女皇武则天病重 一杆大臣趁机发动政变 恢复了唐政权的统治地位 史称神龙政变 天下终于又回到老李家手上 回来了 而继任者 正是原来被则天喵废掉的皇帝 唐忠忠喵 不过 这回的主角不是她 是她的老婆 维后喵 维后喵出生光恩代 十几岁当上太子妃 没多久就成为了皇后 可以说一路挺顺的 可惜没多久 愣头亲老公就得罪了自己老妈则天喵 狂哒 就被一脚拆下台了 回后喵不仅跟着老公一起 被扔到乡下吃苦涛 还每天提防着则天喵 会不会突然下毒手 简直可怜极了 幸好二十年后 恶婆或则天喵终于歇菜 老公宗宗喵被扶回去登基 维后喵这才过回了皇后的日子 幸好回来了 因为共同经历过磨难 宗宗喵非常信赖维后喵 感谢老婆对我的爱 以后我一定全力爱你 甚至让维后喵参与正式 只要你愿意 啥都陪你吧 这是维后喵的野心快速膨胀 逐渐有了效仿婆婆 母则天喵当女皇帝的想法 于是乎她开始积极筹划 按照则天喵女皇偷作手册的做法 她先要打压反对自己的势力 当时的太子就是她的重要障碍 而且还不是她亲生的 于是她开始疯狂排挤太子 受死吧 没事就羞辱她 我没有 这直接导致太子起来造反 老杨火你等着 老子现在就要当皇帝 然后被捶爆了 对待其他大臣呢 更是只要对他不满的 就通通搞掉 而为了自己日后称帝做铺垫 她甚至模仿昨天喵当年天皇天后的打法 中宗喵称应天神龙皇帝 她则称顺天意圣皇后 真是像素级超作业呀 除此之外 造势更是少不了 例如 说自己的衣服有五彩祥云 或者在民间搞一首歌颂自己的歌谣 随着维后集团权力的不断膨胀 潮局也开始动荡起来 中宗喵虽然有所怀疑 可没多久就挂了 皇帝一死 维后喵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他不仅控制了内外军权 连新任少帝都沦为他的傀儡 这一切简直跟当年的武则天喵一般 然而与则天喵相比 维后喵的政治根基却明显不足 他的政治班底也不具备真才实学 专权期间的卖官行为 不仅造成官吏数量超标 更是朝政愈加混乱 这一切都让女士一族心生不满 上一任女皇清洗宗室的阴影还未消散 如今维后喵的出现 必定勾起他们的噩梦 那么 女士会让维后喵成功成帝吗 第八十九回 太平公主 女皇武则天喵的出现 影响了当时很多女性 其中有两个喵影响力甚大 一个是她的儿媳妇 维后喵 手段残忍 野心极大 目标是成为新一任女皇 而另一个则是她的女儿 太平公主喵 太平喵是女皇则天喵的小女儿 从小聪明伶俐 深得则天喵的宠爱 宠爱到宁愿假装让她当道姑 也不愿意她嫁给外族人 你看看 她都出家了是吧 打小时候起 太平喵就跟着泽天喵参政议事 耳濡目染之下 也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 甚至帮泽天喵处理过不少事情 宝贝 收到 例如 帮老妈干掉不听话的臣子 例如 给老妈送可爱的小男蜜 老妈 喜欢不 讨厌 说得上是老妈得力的小年儿 暖心 可即便太平喵能力很强 母亲泽天喵 却警惕着她的势力发展 女王只能是我 收到 在这样的威压下 太平喵只能收起自己的锋芒 小心翼翼地过了十几年 一直到泽天喵病重 她才开始展现自己的政治才能 当时朝政上有奸臣当道 这可是会影响设计安稳的问题 于是乎 太平喵连和大臣们迅速干掉了这些奸臣 恢复了礼塘政权的统治 终于回来了 对呀 而凭借着这个功劳 太平喵获得了丰厚的奖赏 甚至封号为 郑国太平公主 可以说威风八面呀 可惜呢 情况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这就是她的嫂子 维后喵 什么 由于新皇帝对维后喵的纵容 老婆加油 使维后喵有了效仿自己婆婆泽天喵 当女皇帝的梦 这老维家要上位 老李家自然成了最大障碍 所以除了皇帝外 身为公主的太平喵 自然也是要铲除的对象之一 然而皇帝突然先走了一步 太平喵这下危险了 乖乖等死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呢 干得拼了 于是姑 她开始秘密联系老李家其他势力 而维后喵这边呢 不仅控制了朝廷 还派亲信去监管军队 可惜这些亲信实在不咋地 这里 都听我的 知道没 一上任 就把士兵们惹毛了 他打我 太过分了 以为自己是谁啊 瞬间就调转枪头 站到太平喵那边去 刀码断了 哼哼 公元710年 李氏人马直接冲入皇宫 措手不及的维后喵 当场领了盒饭 史称 唐龙政变 在太平喵的协助下 李唐皇朝躲过了一场创位阴谋 老李家继续稳坐皇位 太平喵也因拥立有功 而获得了更大的威望 然而 在此次政变的过程中 太平喵负责的是策划工作 真正执行的 却是另一个李氏宗亲 他的出现 即将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在这个漩涡里 谁又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下一季 盛世大唐天 要记得来看